我昨天晚上住这儿的 这是龙潭大峡谷景区外面的停车场 这个地方比较安静 没有什么人 然后旁边有个卫生间 大家好,我是莫克生 这个旗子呼呼啦啦这么刮着 哎呀,老是感觉也是有人似的 走这晚上 然后开车往里走 里面是个大的停车场 停好车,正式进入景区 现在这个时候 我看来龙潭大峡谷的水是少 了胜于无吧 这个还能走啊 这边这些我看够呛 搞不好会掉下去啊 我看还是算了 包括这些板板 不玩了,继续往前走 中国王巫山 代梅山 世界地质公园 石鹰沙岩,黄河其石 哇,这是石膏啊 沙漠玫瑰 简直美番啦 这是水晶 河南洛洋的牡丹石 河南洛洋的牡丹石 不错啊 不错啊 确实挺好 嗯,这叫泥裂 我原来还以为这是个人工的 嗯,以后看来得捡上一块 这叫黄碱石 黄铁矿 这个样子大 哇,这挺好看啊 叫刘铁矿 好了,看完了 这个地方主要是介绍一些地质结构 然后,嗯,还有这个,一些矿石 啊,倒挺好看 现在在这,前面是锦里潭 古龙潭 龙弦潭 然后街铺 荷花潭 青龙关 黑龙关 一线天 一个一个转吧 它这个导游图是分阶段的 这一段是这样子 这就是锦里潭 一走两步,景色就出来了 好看 这个地方叫五龙潭 这个徒步被五座山峰环照 还得名 然后这边开始爬山了 龙门 哇,一进来马上就凉快了 哇,一进来马上就凉快了 啊,遥风阵阵 啊,遥风阵阵 这个龙潭大峡谷 看来也是个单峡地貌 只不过颜色不太鲜艳 岩石没有那么红 这上面都有下滴水啊 过来的时候都要滴上两滴子 所以这个地方叫龙闲塔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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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边又有个新的导游图 它是一段一段的 前面还有这些 走吧 它这是贼心峡谷 所以这个路也是这样子的 看看 原来如此 这个峡谷还是挺暖和的 这草啊什么的都是绿的 挺好啊 这是一艘船吧 这就是黑龙关了 黑龙关了 黑龙关了 这房子 黑龙关了 黑龙关 这边是几个小时 这是王母池 他这个原先水应该是很大 你看到没有 上面这个冲刷的痕迹 你瞧瞧瞧 这里有个尸龛 然后下面是福尔潭 挺像 是不是像个耳朵 这就叫花瓶霞 像个花瓶吧 这么看更像一些吧 这是瓶底 这些芦苇荡夏天的时候应该很好看 这边有个宇宙石 就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象谷 走在里面就像那个穿接过象一样 这边有个宇宙石 就像个花瓶霞 那边有个宇宙石 那边有个宇宙石 就像个花瓶霞 那边有一个宇宙石 那边有一个宇宙石 是有些神奇哈 水往高处流 它这一块 可能是视线和角度的事哈 给你感觉这片水啊 从低处往高处 这么躺出来的 哎 有点意思啊 和紫南怪坡一样 明明是下坡 但是给你感觉的是上坡 大家看看 很明显 非常明显 这又往下了 哇 它这一块很有意思啊 从哪个角度看 它都是向往上流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水往高处走 那么好朋友们 由于龙潭大峡谷的景点特别多 所以一期跟我们讲不完 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